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手 高手 看到這組合應該知道 我們的神秘力量硬家有一個 體牌 紅心S 那個紅心S叫做什麼呢 叫做我們的神秘力量 硬家投屍手 吃步兵 吃步兵長大的 看到這個哥德出來 硬家有投屍手 那哥德怎麼打 對吧 大家跟我一樣吧 看到這組合第一個印象 哥德會贏嗎 有可能嗎 下面挖勾 這還要看 死而無憾 對上我們神秘力量投屍手 硬家 到底誰會贏呢 我都不知道 我們就直接看下去 這場我覺得很精彩 我覺得很精彩 先跟各位觀眾朋友們講一下 這場主播是已經看過了 因為主播現在是第二次錄製 因為第一次錄製 主播電腦有問題 所以 又重新錄了一次 現在有點小低潮 但沒關係 重新來 講幾次 好啦 先跟你們講啦 這場齁 超級霹靂無敵精彩的 前到這一場我覺得 前到這一場我覺得 真的 你們來看 不會 主播不會愧對你們的 這個組合太讚 好 那跟大家分析一下齁 哥德到底怎麼打印加 那他們這個是頂尖玩家 Slam這邊在想 好啊 對面有印加 神秘力量 我要打蛇武漢嗎 我要打無政府暴君嗎 現在Slam一直在想 我要出這一套嗎 我要出這一套嗎 開始在懷疑人生 還沒打之前懷疑人生了 那怎麼辦 怎麼辦 除了歌德 衛隊以外 歌德還能打什麼 amente 我們就看下去 哈哈 欸 怎麼辦啦 看過比賽的 然後再講解一次 好像有點難欸 我盡量以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的新的感想 去去去 做一個轉播 好啦 歌德怎麼打印加 dense 因為對面有一個投石手 專門吃布兵的 那哥德爾會不會廢掉呢 還是這個死了武漢可以發揮最大的CP值 趙幹 硬家 誰會贏 就看下去 好 看一下硬家好了齁 就因為硬家很少出現 比哥德爾少 就看一下硬家 硬家這個文明喔 老實說已經被我排在 B B段班 B段班的 偏後段嗎 為什麼呢 南美三大文明 瑪雅阿茲我不說 一個單條很強 一個 瑪雅團戰單條都很實用 那硬家呢 介紹一下硬家好了 步兵文明 一開始有一隻免費的羊駝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歷史上的印加文明 他的守護神就是這隻羊駝 這是羊駝 以前主播在我早期的片子 有講過印加的歷史裡面 他們是姓羊駝的 可以去Google一下齁 好再來這個 塔弓被拔掉了齁 原本是封建時代 但變成城堡時代開始 兵工廠升級會影響村民 這也是為什麼印加被我排在 B級後段班的原因 但不是到很爛吧 戰術需要被開發 然後再來是印加的房屋 支持石人口 掃掃蓋 然後再來是建築石料 這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槍隊長齁 吃中遊俠類的齁 出這個就對了很爽 然後投石手神秘力量 丟石頭的為什麼可以幹引步兵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叫他印加神秘力量 投石手 這場會不會出現呢 應該是會 因為對面是哥德 哥德是完全打步兵的 然後特殊科技有安地斯 不是安德斯牛 是安地斯彈弓 毛兵 投石手 這個 看一下他的CP值好了 蠻便宜的 可點可不點 然後再來是對上公兵國 有最扛的遠程護甲老鷹 這個的話我覺得可以點 這個東西可以點下 還蠻強的 然後農田建造速度提升100% 這一個東西有 我覺得加成很小 好 那哥德要看一下 哥德看一下好了 哥德應該最近都有出現齁 全部都是步兵齁 步兵費用減免 每個時代步兵對攻擊力 建築攻擊力加1 然後這野豬什麼的 跳過 正跳過 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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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營 步兵 所以堆屍戰術這一場 有沒有辦法 打出湊效 面對這個硬加神秘力量 投石手 投石手的威懾力到底到哪個階段 應該很想知道吧 我是很想知道 所以我選了這一場來播 看這組合就選了這場來播了 內容也沒有讓主播失望 很讚 好看配置 但是 用ACCM來看 因為硬加很少 卡弓被拔掉之後 呃 喔 這個跟大家再複習一下 為什麼這個ACCM在挖金礦 為什麼 為什麼 應該很多新手觀眾朋友們 不確定 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 剛剛 他多挖了 石金礦 這個東西喔 他等一下要打明兵 然後升裝甲兵 ACCM的裝甲兵 看一下喔 ACCM的 裝甲兵 他打我臉就對了 我才解釋 為什麼要這樣挖金礦 你就打我臉 好啊 出了出了出了 明兵出來了 嚇死我 這個挖金礦的原因喔 我跟我們 還不知道的觀眾朋友們講一下 好 你等一下如果要打三明兵 要升級到裝甲步兵的時候 你需要 一百十五 四十 四十 四十黃金 那每一隻明兵 都有花費 黃金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六十黃金呢 為什麼呢 我又要點進去看一下 好 每隻明兵 黃金費用 減二十 那你三隻是不是六十 那你要繼續挖 如果要升裝甲的話 是不是又要再多六十 總共是多少 一百 不是四十 總共是一百 但是這一場 看似他黃金 沒有在挖 只有兩個人在挖 太陽子沒有辦法轉到 裝甲兵 可以了 可以了 剛剛好 六十 剛剛好 其實主播這一場 前面不知道講什麼 剛剛我們不知道在講什麼 因為 連續播 好幾場轉播 眼睛有點小失智 小失智了 但是這場我一定要分享給大家 太猛了 死了武漢 對上 神秘力量 直接看下去 好 封箭時代 雙方應該都會打明兵 好這邊 老鷹出發了 我們這場 全部用這個印加來看 死了武漢 好這邊 Slam 這邊有個小洞 喂 哈囉 前面一個Slam大失誤 走進來 Delay到這些 果實 然後他老兄沒有出明兵 這個弓箭場 所以 沒有一定 哥德一定要出明兵嗎 沒有 Slam這場 直接上 一個弓箭場 然後黃金在後面 OK 那小弓會出來 黃金 在後面 欸這場土Slam還不錯欸 有石頭 有黃金在後面 給哥德仲弓 還蠻吃香的喔 有石頭 可以蓋城堡嘛 黃金嘛 對不對 OKOK 那這邊只要圍好 手渡就好了 那印加這邊 就是打小弓啦 毛兵小弓沒有別的 因為就 老英國嘛 就那幾種 更少選擇 好 這邊 一個弓箭場 開圍 原本 ACCM是這樣圍啦 然後他發現圍得好醜 然後 哥德更沒來打他 改圍這樣大了 也OK 浪費了一點木材 那也可以 好 那有小弓之後 撞小步兵 往後拉 不輕易送 不輕易送 然後這個 一個出來吃那個 弱鳥 也很OK 好 加快前進那個 城堡時代的 節奏 這邊主播快轉向 欸 這末房他拆掉了欸 賺一百木 我覺得有點蠻賺的喔 好 去看下去 咻咻咻 可以追著打 欸 這邊有一個大高地 又是一個 決勝點 但是兩家都是步兵國 所以 影響沒有那麼大 大還是啦 有高地 好高地就是要插寶 盡量 好 這邊就是小空大戰 看一下操作好了 這邊點一下吃猴吧 好 這邊Slam的哥德爾佔優 這裡已經往下走 然後點了一級防 這邊 ACCM的控兵 剛剛應該是有失誤 不然不應該是這麼量這麼多 三方說明書35 穿對上37 前面哥德爾用戰毛 用毛兵加小弓打退了硬加 然後硬加隱憂兩塊黃金在外面 主金雖然在這裡面 但是 這兩個在外面 好 繼續看下去 這邊圍死了 剩這裡有洞 這邊再來個木門 差不多了 這個是殺了死人喔 然後出來 跑出幾隻 毛兵小弓 加 鷹赤猴 這邊 ACCM 投資有點多喔 兩隻老鷹 兩隻 鷹赤猴 然後 毛兵 這樣子解 嗯 我覺得這老鷹不用浮 浪費了 浪費了 好 ACCM 彈也要點城堡了 好 哥德爾先點城堡 好 總結一下齁 弓箭時代 雖然打不出什麼蛙溝 但是 Slam這邊沒有出名兵 然後成功防守到 他自己的家 雖然 雖然掉了這個墨房 但是他只用一個 弓箭場 打退硬家 好 這邊 Slam的控兵 跟 硬隊 弓箭時代 是Slam 佔優 好 但也沒有影響到硬家太多啦 沒有死村民嘛 那 等一下城堡塞就是看這高地 誰要先拿 然後 哥德爾是要打什麼套路 這一場 沒有挖石頭 為什麼 Slam不敢輕輕去 對抗那個神秘力量投石手 硬家 神秘力量投石手 他沒有出 可是哥德爾也不敢出 因為怕 冰轉了之後 投石手出來直接 結束這回合 所以 Slam要打什麼呢 他打騎士 平種點 我們來看一下 哥德爾可不可以打騎士 弩兵可不可以打 沒有拇指環 沒有拇指環 我們先看弓兵類 弓兵類這邊有 但是沒有拇指環 不痛 好 再來是寂兵類 有品種喔 有耕種技術喔 有騎士有格子嘛 但是這裡沒有 帝王沒有 但是 有 神秘力量 被逼迫打騎士 那哥德爾這場怎麼玩呢 我們來看一下Slam怎麼對 對應這個 硬家喔 這也是為什麼我要選這一場的原因 剛剛撥到一半的時候 雖然當機 但我決定還是要重新撥 因為這一場太有 參考價值了 好 上到城堡 第一件事情 開第二個TC 守在這個石頭這邊 我覺得這個TC很OK 雖然位置有點外面 但是假設ACCM打弩兵的話 這裡哥德爾會打 哥德爾會打 哥德爾會對 然後對面再出頭十手 是這樣子轉 對不對 一物克一物 那如果他是打老鷹的話 我目前Slam的話是騎士 就不用轉兵了 那既然是近戰正面對撞的話 這個TC在外面就沒有什麼問題 好 這邊沒有洞 然後一個工程器 3TC 工程器加馬舊 然後這裡是 裡面應該是毛兵 沒有錯 好 這是哥德爾的對應 印加這裡是 一個TC 兩個TC 兩個TC 兩個TC而已 加一個修道院 加一個修道院 這一個修道院 很精銳 為什麼 因為他第一波 ACCM的這些部隊 已經看到哥德爾不是打寶兵 他打的是弩炮 加上騎士 那這一個 生女重要不重要 重要 雖然他沒有像阿茲 搬了以及加33% 黃金 可是 南美的三大文明 他們的生女其實都不差 我們看一下 這場我節奏帶很慢 我知道 阿茲這裡是全部都有 最強的生女 對不對 來加醒 那瑪雅很少出那個什麼 生女 因為沒有這個救贖事情 那這個的話 就還好 其實後期也不會點 但是這個 瑪雅不太會點 不太會去出這個生女 然後再來是印加 印加 印加其實也蠻可怕的 印加是沒有這一個 可是這個有差嗎 這個有差嗎 不用點 那這個是比較傷的啦 移動速度 但是這邊印加有生女 有槍隊長 打機兵文明 很強喔 雖然他是B級文明 目前他的強度 如果真的要以版本來說的話 印加稍弱 但是他打機兵文明 而步兵文明 我覺得都很強 打工兵國後期有 老鷹 最扛的遠程母 步甲老鷹 也不錯 但缺點就是 他沒有什麼經濟加成 是印加的印傷 印傷 好啦其實 講他B級 也不對啦 好不好 不要這樣子分分數了 以後 我以後不講 好 反正這裡是一個弩兵 對抗騎士加 弩炮 那這邊有高地 所以還可以加減打 那這裡哥德爾是直接2加2防上來了 2加2防上來了 那其實這裡的Slam有一個選擇權 就繼續打馬爆 或者是 少少出軍事趕快轉 哥德爾衛隊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因為印加的頭石手 其實 造價不肥 30 15 40 黃金 所以你要把它農起來 其實 要一定的經濟 所以前期要出到很多頭石手 也不太可能 然後這裡生旅 我覺得有一些少 加上 弩炮 現在目前是吃全部這些東西的 這裡面是頭石車嗎 前置頭石車 如果一出來可以砸到這三個 弩炮的話 當然很佔用 那這邊Slam往後拉是正確的 因為他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而且什麼時候蓋的 也不知道 這個哨戰沒蓋起來 可惜了 好 那印加開始在搬遺跡了 搬一下 印加這裡有一個遺跡 遺跡的部分我們等一下再說 因為我覺得雙方沒有到很吃黃的後期 不非大後期 好 這邊一波交戰 好 騎士上來打這個生旅 應該可以遭到一隻騎士 一隻有 然後一個弩炮 然後上來蓋城堡 兩個弩炮 很賺 一個頭石車賺到三個弩炮 很賺 但是這裡2加2的騎士上來了 加上高地爬上來了 然後攻擊力也有加成這邊下山 高地讓給哥德 這邊打得很保守 那這邊 看到這裡其實我覺得哥德 有優勢 有優勢 因為印加沒有什麼經濟俠 然後這邊反制一個 防守寶也是一樣高地 兩個拿一個高地 然後這邊有2塊黃金 這ACCM這個寶 讚不讚?很讚 你看有拉了19個人馬上過來蓋 很讚阿 這個應對很完美吧 好 然後這邊點了一個彈道學 所以我才說它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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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鎖 有 ك 也 太太太 了 そして 這裡一出來就死了 ACCM小虧 但ACCM的優點是這裡有兩個遺跡 那我要兩個遺跡 然後一樣是123TC在玩 哥德呢 123TC 3TC對3TC 雙方村民術93對上87 然後點地王了 ACCM這邊 黃金稍微多了一些 但是食物也快上來了 那城堡時代哥德是用 騎士加 頭石車 騎士加 乳炮 去打印加 沒有出哥德位隊 這一套也是算一個過渡期 打到地王不太可能再出格子馬 哥德格子馬應該沒有人看過 很少吧 那這裡印加 跟哥德跳恰恰 直接跳地王 這邊弓箭長 神秘力量 遊戲時間接近35分 登場 死了無憾哥德 爆60隻 哥德位隊對上陣地戰的 神秘力量 你們覺得誰會贏 點喔 無政府喔 死了無憾戰術來囉 高地上的哥德 對上 神秘力量 很爽很爽 那這邊 抓到一個落單了 這邊其實我不太清楚為什麼弩兵要來去追這個騎士 是完全不想打強弩兵的嗎 好點了 來了來了 投石手 明明是丟石頭嘛 對不對 可是莫名的很暴力喔 很暴力喔 各位 這裡一個城堡 OK 手左線 手右線 那哥德這個城堡盡量就不要掉 好 可以的話再蓋一個在這裡 這裡也可以 這邊 這邊 都可以蓋 這裡 哇好多高地喔 中央 大概這裡一個啦 等一下AC線這裡蓋一個城堡 守著黃金 然後哥德的話 可能這邊守住 這邊有支援 哇 這張圖好開喔 好 好 那直接看帝王 才幹的 我們先看一下喔 硬家這裡是化學 三級射 然後老鷹 啥都有 這老鷹是應該點錯 出來探路的 然後 沒有點強弩兵喔 原地是打一個神秘力量 那蛇無和哥德這裡已經點了精銳 好點精銳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兩個 對撞在一起 差出什麼火花 還是點的強弩 還是點的強弩 okok 遺跡是惡隊 這邊想要一個奇襲高地搶先手 但是 精銳哥德出來了 8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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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跟你說喔 跟大家講一下喔 為什麼明明 硬家有神秘力量這個投石手 我還是選擇要看這場 你們覺得 怎麼可能哥德打得贏 我跟你講 哥德多線操作 只要串進去 不管你什麼神秘力量 直接把你菊花捅開 你們看到嗎 強弩兵 打著哥德 抓癢 各位這裡只有五隻哥德而已喔 五隻哥德 多遠到這十五隻 強弩兵 我們看下去啦 那這邊是一個巨頭站 好巨頭站 那陣地戰 你們覺得 哥德會上去送嗎 看一下Slam 這邊要轉 金冠 哥德 緊噴 生產速度提高100% 再加上這個 120% 加上無政府 救急 死的無憾 對上神秘力量 好爽 各位 好啦 來啦 測試機體 一波交戰 投石手喔 哇哇哇 一個口味 這個城堡蓋得很 這個房屋蓋得很 那這邊我覺得啦 哥德其實 轉一些戰毛會好一些 但現在 應該沒有玩哥德的人想說 喔我玩哥德還要出戰嗎 直接就是死了無憾戰術上去了 沒有想到 請問 哥德衛隊可不可以吃投石手 看似可以 黏到就死了 40滴血 防禦 3點 所以 有時候 我說了 好 雖然我們知道 這個投石手 是克布兵的 但是 這個哥德衛隊 蛇無憾 救急版本 你覺得 如果他黏到這個 投石手 投石手 會死的喔 要比控兵喔 所以喔 我們去看下去 這張走向 好那這邊 一樣 三台巨頭 在後面拆 裡面藏的是 投石車 但是高地被 ACCM拿回來了 然後這邊也有 投石手在這邊 做一個干擾 然後 兵種完全被克制到了 如果打陣地戰的話 哥德還是輸 但是哥德已經在這邊 默默的 要來搞事 雙方村民術 133對上 135 但是這裡蠻人口 XCM這裡蠻人口 好那這邊 哥德的 打法是 出火 哥德衛隊被封印住了 好 哥德被封印住了 那請問哥德沒有擊兵 也沒有哥德衛盾 雖然貼是貼得到 但是 等一下如果 倉隊長又出來 當肉盾的話 加這個高地 哥德有辦法打嗎 融化 融化 哥德衛盾 像冰淇淋一樣 融化 我們再看一下 神秘力量欸 石頭欸 他丟石頭欸 你們這些盾牌都塑膠做的欸 神秘力量 好 有了 有了 經過測試 剛剛 不小心 AAC CM操作 不剩被黏到以外 其餘時間 哥德 會對 像餅乾一樣 直接 被踩碎了 好 直接黏過去了 那哥德 Slam有放棄嗎 沒有欸 為什麼 他要打什麼 其實我主播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覺得Slam已經結束了 可是 可是 這一場為什麼精彩呢 去看下去 哥德要出什麼打 哥德要出什麼打 這邊有強弩兵 用Slam死掉 這邊有強弩兵 有硬家 投石手 有僧侶 有投石車 巨型 請問怎麼打 目前他是沒有兵喔 他有村民 可是沒有兵 這邊被包住了 這邊被包住了 這邊打不出去 哥德怎麼打 Slam怎麼打 這邊 這邊 他出了火炮 慢慢的在擠 掉了三塔 然後哥德衛隊 當一個肉盾 在扛這些強弩兵的遠程輸出 火炮來打這個投石手 然後這邊掉了三塔 默默的 Slam 起死回生了 怎麼搬到的 控兵 一物克一物 目前火炮 全吃 硬家的陣容 全吃 他沒有老鷹對不對 現在 那這火炮是不是 現在全場無敵 只要你控的好 然後硬家要推進 除了老鷹以外 槍隊長不夠力 頭石手不夠力 你有看到嗎 雖然打不兵很強 但建築超慢 所以 這邊Slam 起死回生了 然後死了武漢 任務使命必達 無政府 想去哪 就去哪 開始 開串 那這邊哥德爾衛隊 左線 進攻 右線 進攻 反攻了 硬家 猴石手 往後拉 但是分好多隊 串進去了 串進去了 然後 中路 現在有 火炮 回推 死了武漢 堆屍 哥德爾 再現 底牌 紅心S 也沒有辦法抵禦 哥德爾的堆屍戰術嗎 各位 開始跑給硬家追了 你沒有看到嗎 哥德爾 多噁心 多麼噁心 硬家 也很噁心 剛剛那個石頭 為什麼可以丟這麼遠 我媽媽不哉 射成八 什麼滾 好 右線有沒有投石手 有 有 有防守 四隻 這邊 哥德爾一直在砍城堡 你沒有看到嗎 好噁心 多線 操作 這邊 哥德爾衛隊 這邊 哥德爾衛隊 這邊 哥德爾衛隊 這邊 還想偷偷幹 死了武漢 這一個 如果空兵不勝 等下被火炮遇到 砸到 死一半 我覺得硬家走遠 沒有跟大家談笑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村民 先看一下這邊交戰 這個城堡有沒有插起來 都要 好 來一發火炮 砰砰 砰 砰 怎麼死又死一隻 滴滴的威力還是不夠啊 來一發 來一發 我想看到大發的那一種 好 槍隊長上來了 這個 這一場 為什麼沒有忌兵 還是要出槍隊長 因為 硬家沒有肉盾 這一個文明 沒有肉盾 老鷹 他很扛 沒有錯 但是他是針對遠程 他針對遠程 他沒有血多 也沒有攻擊力高 他就是護甲高而已 而且是遠方而已 所以你說老鷹三大文明 老鷹誰強 你要說馬拉雅牆還是阿茲牆 這個我不說 用途不一樣 一個比較扛一個 去殺村民的話 但是硬家我覺得就是 稍弱一些 老鷹的話 好啦不說了 這裡 死的武漢 又進來了 村民數136 對上136 哇剛剛好 硬家還是有一直在生 這些村民出來玩 然後高麗寶都站著 這邊遺跡是四個 哥德爾一個 那怎麼打呢 蛇武漢 右線 又進去了 逃給他追 這一個如果 A16線真的空兵不勝的話 村民慢慢死的話 硬家會輸 有時候打著打著 村民就慢慢的不見 很噁心 好這邊 Slam要轉幾兵 加 戰狼 噢哥德爾這裡也沒有肉盾 他沒有肉盾 他只能出垃圾海去打這些東西 噢哥德爾會對 被追著跑 我們看一下Slam的支援好 一直都是見底 好可以打多久 欸這邊是怎樣 村民3加4 0加4 0加6 0加6 上來幹啦 好哥德爾會隊又出發 這邊要殺村民嗎 這邊沒有路過而已 往裡面走了 出了 除了頭死守以外 其他招吃 頭死守又拉回來了 這樣子的場景 我們要看幾分鐘呢 打哥德爾就這樣 又進來殺了幾隻村民 1 2 3 4 5 5隻村民 6隻村民 7 8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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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各位 515 515 好調皮啊 這個哥德爾會隊 但是這邊也殺進來了 不讓你農了 直接村民在裡面 要升天了 哥德爾到底怎麼打 硬加 好 這邊硬幹 但是這邊 哥德爾高地堡兩座 要反推了 火砲 剛剛那兩台火砲 還沒有掛 這邊再把巨頭推掉 這邊 沒有頭死守 有戰矛 可是槍隊長是精銳 遠方有護甲6 所以很扛 然後這邊 我覺得 控兵 失誤了 ACCM 兩隻要被戳掉了嗎 戰矛 不是戰矛 火砲死了 哇 好虧好虧 這個如果 ACCM 呃不是 Slam有控好的話 這個錶應該會被推一點 蠻可惜 但是這裡 槍隊長帶著 神秘力量 硬加 羊駝 帝國 帝國 進來了 然後一座一座 TC拆 已經拆一座兩座了 戰矛 回首 喔 戰矛是可以跟這些玩的 雖然槍隊長有點硬 喔 這個 這個 刷牙 為什麼他不強 打 打 打建築物太慢啊 硬加這個文明 他沒有一個很強的軍事單位 可以去拆這些建築物給人家一波 老鷹 也沒有像阿茲那樣子 加攻擊力 或是很抗 所以沒有 其實多那個兩 兩 兩點 遠程護甲 其實 沒有差 老實說 因為大家看到老鷹 不會用射弓箭去射他 不管你是 呃 瑪雅還是阿茲 對吧 好 那這裡 好 Slam 不知道為什麼又有152隻村民了 因為他這邊一直在繁殖 這裡 也很多村 但是他現在也有什麼 沒有農田 沒有農田 所以他要來這裡reboom 這邊 這邊 這邊要守住 這邊的高地兩個寶很重要 要守住 然後 大衝車 有黃金就是韌性 然後這個是一個 四級的買賣 減免的 好 但是 哥德 為什麼可以活到現在 因為這些 怪怪的東西 一直偷偷在殺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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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經過我 第一場轉播 中段的 地方 我數一下 每一波 哥德衛隊進去 至少殺到五六隻村民 呃 有什麼 有什麼 就是這樣子一直搞 就是這樣一直搞 死了 無害 我死了沒有關係 我要把你村民給殺了 這就是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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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哥德為什麼還有一百五十村 我要滿災 為什麼田又變成一百五十了 呃 五十田 我也不知道 哥德就是這麼頑固 因為他的那個軍營喔 你只要一按幾兵還是什麼東西 他就馬上生產出來 真的很噁心 後期你跟哥德達就是這樣 要比控兵了 多現操作了 然後這邊 硬加來點這個火炮 但是火炮僅剩這兩個加一個巨頭 這邊要決戰了嗎 最後一根稻草 好 大衝車上來了 大衝車上來了 沒有軍事在這邊防守 然後有火炮 一直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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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 掉了 然後兩台這邊 這邊 哥德轉肉馬 但是沒有防禦 很軟 但是Slam沒有放棄 英文村民術還有一百五十 支援看一下齁 ACCM這裡已經爆炸 但是 欸等一下 哇 這邊 哥德衛隊幾隻在吃這些毛病 ACCM沒有黃金了 打到沒有黃金了各位 靠這個在採 哥德 一個遺跡在採 很慢 可是哥德衛隊的CP值 太高了 打到後期喔 硬加我發現四個遺跡 採這些沒有用了 因為要續 要續 啊萬一被戰毛 點掉的話 這些東西都沒有用 然後只剩四個遺跡 有機會哥德會贏欸 你們有沒有覺得嗎 分數當然啦 哥德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長這樣的 因為死太多 吃餅了 死了五萬 戰毛還在後面點 沒有人過來收 哥德又進來了 這個畫面我們已經看了第四次了 又進來了 又殺人了 一直殺 一直魯蕭 那老實說 ACCM的頭石手已經被換掉了 剩剛剛好像只有十隻 頭石手剩十隻 好在這裡 假設 哥德這裡把他這些點掉 我覺得哥德有反擊的機會 打垃圾兵 也有反擊的機會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喔 世紀大戰 好世紀大戰 肉馬往前衝 然後這邊一波交戰 肉馬不輕易上去送 因為肉馬沒有 防很痛 這裡戰毛吃肉馬 你們應該沒有看過 這樣子丟的 40隻戰毛在這邊 戰毛對戰毛 雙方交叉看機體 3加40加3 3加40加3 雙方機體是一樣 互換可以 好這邊 挺無聊的 沒有錯 但是上去了 哥德 一波反擊 Slam 我在為你加油 沒有遺跡 只有一個遺跡 但是打到 長槍兵要出來了 艙隊長沒有黃金了 SCCM 一直在靠這遺跡 在生產 所以 這場的勝負 已經打到 不是什麼 武漢隊 神秘技能 是 哥德 如果有辦法壓著 這個高地 把這個城堡推掉 打到這裡 這一個 掉出來 硬家會GG 我覺得硬家會GG 大家有看到 硬家一直在打防守 他上不了這個高地 然後這邊 大家一起在 伐木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木區 這邊嘛對不對 這邊嘛 這邊 中間 但是有城堡 然後剩這裡 沒了 這邊還有 一點點 但是決勝點是這個地方 只要這個城堡被推掉 再來打這裡 硬家很難 我覺得 硬家會很難 硬家沒有肉 好 那我覺得 ACCM可以考慮 蓋一個修道院 在後面一點 然後把引機搬走 不要在這裡 可是他沒有 因為 也沒有那個手術 然後 ACCM 蓋了一個 箭塔 在這邊 然後生了一個 防禦箭塔 是甚麼蛙狗 雙方 現在是128村 對上 119村 然後 村民 人口幾乎 是滿人口 狀態在打的 肉馬進去了 開始 又找村民殺了 哥德 有沒有機會 超級大 末盤 沒有哥德 衛隊了 最後大魔王 不是哥德 貴隊 是這些 肉馬 在支持 在支撐著哥德 神秘力量也消失了 在這裡剩5 支剩10支 這邊 又是毛兵對毛兵的對決 決戰高地 誰有高地 誰勝 這邊 一波交戰 一波交戰 這邊也一波交戰 這邊 肉馬串進來了 但是槍隊長 槍隊長打這個 這個肉馬很強喔 哥德 加減出 哥德 加減出 進去 如果有殺到很多村民的話 Slam 還是有可能獲勝的 大家如果有發現的話 你們應該有看到 藍色的點點 越來越 靠近 黃色 黃色沒有地圖控制了 巨頭出來了 怎麼會這樣 Slam 嗯 哥德 那打贏 神秘力量了嗎 墓區來看一下這裡 兩片墓區 這邊 墓區被 SCM碰住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很大的墓區 這邊沒有了 所以等於說是 墓區 SCM佔優 然後這邊 趕快來挖 看看看看 好 這邊 戰毛 41隻 一直回推 然後這邊 差一點點 就可以 退掉這個城堡了 再 差一點點 但是 沒有人 修這個東西 唉唷 保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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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逆轉的攻擊 在這裡 村民有沒有要上來修啊 但是 現在 Slam 要想辦法出 哥德衛隊 吸引頭獅手回來這個地方 不要跟他正面對決 然後找機會把城堡拆了 然後肉馬要串下去 哥德還有一戰的機會 哥德德 投石機 沒有人修 為什麼 沒有人修 喔 爆了 喔 快吐血了喔 如果這個有人修 砸爛這一個 SCM 沒有石頭 再來 就是這裡了 就是這裡了 你只要把它打出來 沒有黃金 我覺得硬家會輸欸 哥德衛隊又從後面進來了 這個角落 你敢信 但是剛剛巨頭沒有配合 一起打進來 我覺得很可惜 沒有黃金 沒有黃金 Slam 這裡大衝車也殺進來了 雙雙村民術109 對上 SCM104 但是雙方基進滿人口 遊戲時間一個小時 快20分鐘 誰輸誰贏還不知道 哥德衛隊又進去砍村民了 12萬 被射沒關係 村民我要 又殺了十幾隻村民 又殺了十幾隻村民 哇靠 這邊勒這邊勒 這個城堡趕快給他想辦法推掉 但是四個遺跡的硬家 又生出了槍隊長 戰毛回來回首 哥德沒有遺跡沒有辦法打持久戰 剛剛那個投石機太可惜太可惜了 村民術 村民術 Slam掉到102 對上我們101 好我們要加快速度了 因為 因為 這個世紀大戰還要打很久 這邊 戰毛一直在點 這邊 因為遺跡沒辦法推掉 加上城堡 槍隊長直接走進來了 搓這些戰毛 這邊 又被打進來了 怎麼辦 要結束這場比賽了嗎 要結束了嗎 呃 我不知道 還繼續打 還在打 一個小時 二十三分了 一個小時二十三分了 好 那這邊 呃 呃 一直在做一個互換的動作 然後就結束這場比賽了 呃 為什麼我要加速呢 因為 外面的垃圾車來了 哦 來享受一下我們垃圾車的音樂 嘖 好啦 又講幹話了 欸這場喔 我播了一個小時 我為了播這個 我看了兩個小時 我看了兩個小時的各位 你們覺得哥德幹有沒有機會 會推倒這個硬家 又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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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個巨頭 有修好 砸進去 肉麻串進去 再殺他一波 看有沒有機會推到這個 我覺得還有機會再打下去 那很可惜 可以 Slam這場 輸了 但是 呃作為哥德視角 RESPECT RESPECT 那硬家有沒有克制到 哥德未對 死了武漢 有 可是 可是哥德用另外一種方式 成功拖到末盤 拖到沒有黃金 今天是因為遺跡量 硬家輸了 呃 硬家贏了 不然我覺得哥德有機會 繼續打到後面 好非常精彩的一場比賽喔 那這個冷門對決 我也不知道到底誰佔優 那純粹分享給大家 那這集的天梯對戰轉播 就到這裡 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MING PAO TORONTO